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PSK 他的眼神哥 你可以看到他的鼻心 就其實還蠻細的 然後毛的部分就是 不會太多軟 因為如果太軟的話 你可能控制上會比較不好長 線高 然後我建議就是第一次使用的話 就是你著亮的一點點去沾去就好了 這樣子比較能控制眼線的處子 那我平常畫眼線的時候 就是眼睛如果分成三份 就是畫在眼球的後半段 然後眼尾再做一個拉長 就是貼近眼尾的部分 貼近根部 然後在眼尾的部分拉長 那這隻眼睛就是 只是輕微的畫在眼尾 然後有畫眼尾的部分就是非常有聲 所以畫眼線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那種全框式的眼線 那個是SNS都還滿有的 那些外閉的地方 就是這樣 你只是發現 那些東西 不應該有很多的, 你真的不敢當 像眼尾